看看新闻吧 那你为什么不也像子晨副业也学习绘画 也做一个画家呢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的话 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事业 应该由我们自己双手来得到 而不是像所有的富二代一样 是家里面的很老 你觉得自己是富二代啊 可以这么认为吧 那你爸爸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画家 还好 有没有带爸爸的作品给我们看看 没有啊 我不希望生活在父母的光环之下 那为什么我要把我的光环带过来 陈怡的父亲 著名画家陈无敬 他的画廊坐落在上海五角场国顺东路 画廊里都是他自己的作品 每幅画的标价 已经高达每平方十三万元的高价 关于我父亲的话 他是一个国画大师 然后是一个在绘画上面 比较创新 比较有自己的理念的一个国画家 然后 这些基本上 我这边80%以上的作品 都是我父亲的 从山水 花鸟 人物 等等等等 他都是有涉及到 他是个当时被陈佩秋 陈老太太 当时称为 最张大千的画家 我是一名原始副经理 但是 其实我是一名魔术师 为什么我会喜欢魔术师这个行业 是因为 他是很浪漫 很神秘 很有挑战 而且很能洞察别人的一个行当 一个男人 他的事业是应该用自己双手来创造的 而不是应该靠谱 陈怡 我给你讲其实魔术是让人感觉特别刺激的一项艺术 对 来 在静音乐手机上 按下 你喜欢的女生号码 你喜欢她 对 她已经选了一位女嘉宾 请我们各位姑娘告诉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我觉得她长得好有创意 还长得蛮可爱的 长得很有创意 就 她有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好 你好 看你的第一印象呢 感觉非常的绅士 还有呢 这个燕尾服啊 非常有那个正牌魔术师的感觉 太好玩了 我们上次 就是你跟每一位女嘉宾一说话 你眉毛都会跳舞啊 那 如果我们这边的孙岑老师给她一个特写 让她跳一段眉毛舞好了 没有 她的眉毛为一个平台做代言 就耐克 可以这样子 然后她如果再配上这个动作的话 那就完美了 赶紧表演一下 我们都很期待 对吗 是怎么样 左面弹右面弹 对吗 非常谢谢各位的 并影响对她的点评 那我们也马上翻开扑克牌 看看还有哪些信息呢 请翻牌 艺术品公司经理 严新十五万 新加坡生活过十年 是一位兼职魔术师研究心理学 能洞察他人心理 父亲是画家 不想继承服务业 那这个艺术品公司 其实就是爸爸的画廊 对吗 对 里面是专门卖爸爸的画 还是也经营其他画家的画呢 就独卖自己父亲的画 就爸爸的画 对 研究心理学 是业余学心理学 还是说就每天都在研究 我一直有余学话是这么说的 我是一个很孤独的守望者 每当走到一个地方 每看所有人的脸上的表情 你就能分析出她的内心 大致能猜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现在请你告诉我 我们台上的十位女嘉宾 你们都不要说话 每个人就做一个相对固定的表情 然后让她告诉我 告诉你们 你们心里在想什么 一号穿在想什么 她现在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她现在是一副 你能不能猜出我心里在想什么东西的表情 你刚才说呢 你是研究心理学的 那么想请问你学到了什么呢 你对我们这么多女嘉宾的心里 都特别的了解吗 不 刚开始进行接触的话 是没有可能进行一个很详细的了解 只有在不停的聊天 不停的对话当中 我才能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 我们想 有一部美剧叫做 Live to me 有一部港片叫做独心神探 你是不是很爱看 有没有 有没有很爱看 对 Live to me 当然有了 你看 你刚才说No的时候 眼神向右边偏移了一下 这个眼神表示你在掩饰 还有你现在的私事 男人如果站得稍微有一点就S型呢 可能内心会有一点点忐忑 成为一个 你看站得多直 你看我说完立马站很直 有没有 OK 这个站姿是我 比较习惯 戏风对手的吧 舒服的那种感觉 对 Live to me 我只看第一期 而独心神探 我不学于看 好 猜有谁 子萱 对 你就猜 你现在想什么 你不是研究 肢体心理学的吗 她想问你什么呢 有很强的表演天赋 可以继续 我猜出来 她的意思是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最后一位 你笑得我有点发毛 可以告诉我 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吗 你不是说你学心理的吗 然后我们这个十个女嘉宾 其他人你就不用管了 你就管一个 六号 你觉得她会喜欢 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会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应该是责任性的男生 因为是女人都喜欢 有责任性的男生 是你这个型的男生吗 以后可以慢慢发现 现在还不知道 我来回答一下 正确的问题答案 首先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在想今天看到 陈磊哥哥觉得好亲切 然后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不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就是吴彦坤那样的 你都不知道吴彦坤是谁吧 对 作为魔术师 这个都不知道 你这三个星期 这三个星期 如果你不知道吴彦坤是谁 你就落伍了 看他第一眼嘛 就觉得他像漫画里走下来的 工程新衣 很假 我不知道假在哪里 但是就是 看来我们的魔术师男嘉宾 并不知道 叶子轩和吴彦坤的故事 他当场表示 想要点看 子轩的素颜短片 我们的外景情报员 王某某也应观众要求 为您带来 子轩的最新近况 网上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 你整容了 那你真的整过吗 我觉得整容应该不会整的 像我这么失败吧 因为一般就是 被别人质疑整容的 都是那些大美女 不是像我这样的女生 整容算漂亮 可是这个像我这样漂亮层次的 应该马路上一抓一打 好 那咱们投票